東區德 OK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女朋友交往已經三年了各位 這是我有史以來交過最久的一任 三年就是最久了 我以前一個案關係只有三個小時 或是三分鐘 三年了就說相處起來會少了一點情趣 因為浮老期了 所以有時候我們就需要一點新的玩法 所以我最近就上網買了這個巧克力口味保險套 但是我不要已經買錯了 我買成黑巧克力口味 然後我女朋友就說 幹這什麼東西太難吃太噁了吧 我說我還沒戴套 我戴套再評論好不好 然後我戴上去就說 欸 好吃多了 這樣好吃我可以吃一輩子 一場節目叫不計奧運 我們來教你奧運 我女朋友非常黏我 就是他什麼時候都要黏 像我們奧運比賽 我們男生都喜歡看的是這個 男子籃球嘛 對跟那個女子排球 對 女子排球 女子排球才是真正的比賽 各位 比腿長那個長腿 哇 那個小短褲那個翹臀 哇 球在哪裡不重要啊 女子排球 男生都喜歡看籃球 女生都討厭男朋友看籃球 對吧 因為這樣男生就不會陪他 因為每次我在看奧運籃球的時候 我女朋友就黏在我旁邊 他們就在想要煩我 然後故意在那邊講說 喔 你看那個labron james 好壯 我眉肌肉好大喔 他在那邊對labron james發花痴 想要我吃labron james的醋 你知道嗎 但我是覺得他很煩欸 沒辦法 就我為了讓他不要煩我 可是我知道 看著labron james打手槍 結果我要讓他知道 我比你更愛labron james 閉嘴 你小小 破壞我跟labron james的感情 然後我出來的時候 我把全部撒在空中 這才是藍酒粉好不好 那這個奧運啊 你們在看奧運的時候 你們會不會覺得其實 國旗歌比國歌好聽很多 對吧 因為國歌其實聽起來很無聊 國歌就是 那國旗歌怎麼樣 對不對 那國旗歌怎麼樣 就很輕快 很好聽 可以發到抖音上的那種程度 大家知道為什麼我們台灣的選手拿金牌 只能放國旗歌不能放國歌嗎 因為這個共產黨說只有一個中國嘛 所以很多國家都不承認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所以我們台灣選手拿到金牌 就只能放國旗歌 那我在想說 這會不會是一種 賽洪史馬 謙之非福 會不會當年講介石 也是非常喜歡國旗歌 所以奉兒離開聯合國 當年講介石 就想說 哥老子你啊 這郭格 老子的國家的選手拿來金牌 就必須得放 國旗歌 然後這邊放國旗歌 講到歌啦 所以大家有參加過一種 歌局嘛 就是 男生要出全部的錢 然後女生只要人來就好 大家有常跟他過重局嗎 我個人覺得超級不公平 所以我再也不去酒店了 憑什麼 大家以出來玩男生出錢女生賺錢 憑什麼 性別超級不平等的對吧 這種時候媽 那JK羅琳怎麼每跳出來講話 性別這麼不平等耶 而且JK羅琳是莫名其妙對不對 他真的莫名其妙 他幾歲的人還自稱JK 莫名其妙 你好歹也把他穿個水手服再講話 羅琳以前也不是這樣 他以前就是一個很棒的寫小說家 現在變成一個不可理喻的女人 為什麼變成這樣 一定是女人迷的問題 一定是被女人迷影響 他一直看著女人迷的影片 才變成這個不可理喻的女人 大家喝醉了開個玩笑 大家不要太激動 然後這個JK羅琳跟女人迷 我就覺得 這太可怕了 害我現在都不敢約跑 這是其中原因之一 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 這個我現在開始學佛 真的真的 真小話 真小話 學佛是真的 我最近開始學佛 我現在每天唸心經 我想問大家 大家知道 你們知道心經的由來 是怎麼來的嗎 就是在唐朝的時候 有一個和尚 叫做玄壯 叫玄壯 叫玄壯 我真的有學佛 我只是國外灌好 玄壯他去天竺去取金嘛 帶著猴子肥豬跟賀童 他去天竺取了六百多卷金書回來 那回到大堂之後呢 那個猴子就被眾神背叛 身體被埋在石頭裡面 然後我們必須要收集六件法器 才可以 才可以把它警衡一下 這就是黑神話悟空的由來 玄壯這個支線是這樣 他回到大堂之後 他把這個六百多卷金書 濃縮成了兩百六十二個字 這個呢 就是現在的心經 所以我們就知道 所以這個心經呢 其實就是佛經的懶人包 那玄壯呢 就是唐朝的古阿末 大家好我是玄壯 今天要講一個 從天竺取了六百多卷金書 然後濃縮成兩百六十二個字的故事 柯克 我每天就唸這個心經 唸完心經我發現我整個人 真的變很不一樣 真的 我以前看到女生都說 要不要去我家看Netflix 我現在都說 要不要去我家唸心經 大家以後可以教我這個 東虛德上人 上人 上人 對 因為我會上人 這個想法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我覺得 打手槍這個事情 被大家嚴重低估了 打手槍這個行為 大家覺得 就是謝瑜 但沒有 它這個行為背後是有很 很深刻的意涵 它是有意義的一個行為 大家覺得我們人 活在這世界上 我們為什麼會有心慾 因為我們先天就被這樣設計出來 所以如果我們人 活在這世界上的目的是 繁衍後代的話 那打手槍其實就是我們 所能做的 最深刻的反叛 對吧 我們在對抗這個大自然 我們在對抗這個世界 靠什麼 打手槍 今天 大家知道我們台灣的 生育率是全世界到處第一 所以打手槍完全符合我們主流駕駛 所以說打手槍才是真正的 輕鳥行動 你們以為你們一個人在家獨自打手槍 其實不是 你們在參加社運 我們是一體的 你知道嗎 社運 所以 你們對這個世界感到不滿意嗎 你們對這社會感到 憤怒嗎 現在是你們反抗的時候到了 現場觀眾請舉起你們雙手 現場男士前面舉起 不是現在 不是現在 我說 我借用你們的雙手 不是現在 等你們回到家之後 夜深人靜的時候 現場各位男士 我要求你們 每個人都把你們老二掏出來 好 好 好 哇 你就這時候有反應 哇操 把你們老二掏出來 狠狠的尻上幾地法 好 好 我要你尻到一地都不剩 好 把你們腳全部白白浪費掉 好 全部尻掉 我要用這個行為來告訴這個社會 我們不要讓我們下一代 活在這個 藍綠二島白色貪汙的國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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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子 沒有更多 好 最後再分享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是一個正式故事 十年前 我跟壯壯跟小鷗 我們三個人去上海做一檔脫口秀表演 因為我們三個人那時候年輕氣盛都三十幾歲 那時候 上海我們就很想吃吃看在地美食 就是上海姑娘 然後我們就去看我們住的旅館附近有沒有這樣的店 發現一下 上海族裕 大家知道 上海族裕店它不是幫你洗腳的 它是幫你洗第三隻腳 我們要很興奮 我們要去那個上海族裕店體驗一下 沒去過很緊張 然後我們想說我們不要被 被看出來是呆包 所以我們要假裝中國人的扣椅 我就很緊張的到了上海族裕店 到了門口 打開門一進去 裡面很大的 空空蕩蕩 遠方有一個櫃台 坐著一個小哥 所以我們三個人都很緊張 又沒有經驗 然後就彼此看了一下 幾句大前輩撞撞 這時候竟然不敢出頭講話 然後小歐躲在後面更沒用 我想說算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所以我就一個人 走到櫃台前面 然後我對著那個小哥說 你們這兒有做黑的嗎 主要那個聲音太大聲了 因為大聲音整個都是我的回音 黑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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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小哥看著我說 沒有 咱們這兒水洗腳 是嗎 那沒事兄弟 咱們走 然後我們三個人就回旅館打手槍了 我們中間的強制人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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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